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用陶太郎跟当红卡通鬼灭之人的故事 长期跟魔鬼搏斗的辛苦日子里面 脑海说不定曾经闪过 干脆加入鬼联盟还比较不会这么累 但相信伙伴团结一致终能迎来正义 破文后短四个小时时间 不止台湾政治人物涌入表达感谢 日本决定送疫苗给台湾 根据日本产经新闻报道指出 事先透过美日台三方我旋 之前我国诸日代表谢长廷 和美国诸日代理大使扬州 以及安倍晋三的顾问 原仆建太郎在安倍得知之后 就表示要立刻采取行动 因为速度是重要的考量因素 就怕透过COVAX会太慢